12月10日,金星将会对冲木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位 对我们有着很多重要的影响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影响 感情方面 金星对冲木星会让人在感情方面变得更加感性 容易冲动,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脑 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比如在感情中过于依赖对方 或者在感情中过于付出 失业方面 金星对冲木星会让人在失业方面变得更加积极 更有动力 他们可能会在失业上取得一些成就 比如升职加薪或者创业成功 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因为过于急功近利 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导致失业受损 财运方面 金星对冲木星会让人在财运方面变得更加旺盛 容易获得意外之财 他们可能会在投资理财方面取得一些收益 或者在工作中获得一些奖金 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因为过于贪婪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导致财运受损 健康方面 金星对冲木星会让人在健康方面变得更加脆弱 容易生病 他们可能会患上一些疾病 比如感冒发烧 或者肠胃炎 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因为过于乐观而忽视自己的健康 导致病情加重 人际关系方面 金星对冲木星会让人在人际关系方面变得更加复杂 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 他们可能会与朋友发生争吵 或者与同事发生矛盾 但是 他们也可能会因为过于宽容而纵容他人的错误 导致人际关系受损 整体运势 金星对冲木星会让人在整体运势方面变得更加起伏不定 容易大起大落 他们可能会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 但在另一方面遭遇失败 但是 他们也可能会因为过于乐观而忽视自己的运势 导致运势受损 希望大家根据相位影响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是静电鱼 关注我 每天都有好运气 好运气 感谢观看